大家好 我是一名职业的登山向导 那么之前呢 我把在山上带队的一些视频发到了b站上 有朋友陆续留言问我 让我介绍一些这个户外装备 那其实我不太愿意讲这块 但是有一个概念 我看在网上一直有错误的传播 所以我想通过我的这个角度 去稍微给大家更正一下 就是鞋的这部分 我可以跟大家实话是说 现在网上有很多概念炒作登山鞋 登山鞋 我其实真的不知道所谓什么是登山鞋 那在我们的印象中只有三大类 就是越野跑鞋 你可以作为接近的时候穿越野跑鞋 那我们还有什么呢 徒步鞋 你也可以在接近的过程中穿徒步鞋 真的到了雪线之后 真的上了冰转之后 我们一般使用的叫高山靴 这个不是登山鞋 高山靴 我不知道你们所谓的登山鞋到底是什么概念 但我看了一些这个网上的视频 真正的说什么介绍一种登山鞋的 好像都是那种拿徒步鞋就当登山鞋用 徒步鞋就是徒步鞋 高山靴就是高山靴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讲的这几类鞋 那OK我们从攀登的角度来说 其实在这些年我的攀登的过程中 在带队的过程中 我们很少穿徒步鞋了 一个我们一般是在接近的过程中 像哈巴 像四姑娘山大峰 在这种攀爬的过程中 在进入雪线之前 或者到大本营到BC之前 我们一般都是穿越野跑鞋 那假如拿拿一双比较老的吧 像这样的就是越野跑鞋 比较好理解 越野跑鞋 那这双鞋呢 我其实也穿着跑过这个UTMB 就是环博朗峰的越野赛 168公里的 都是穿着越野跑鞋完成的 对 那还有比较用的比较多的是 这个十足鸟的这个Norvan的LD 也穿着跑过这个日本的 环博术峰山 也是168公里的这个赛事 越野跑赛事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登山的过程中 从镇子上 从我们的这个出发地 到我们的大本营 或者说到雪线之前 我都会穿这样的越野跑鞋 非常轻点 那而且我们的脚踝的力量 我们腿部力量也相对比较有力 其实不用太多的去担心 什么保护脚环 歪脚这样的问题 其实反倒他会穿的比较多 那如果你的脚踝力量不好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状态不太好 或者说你平时很少进行越野跑训练 很多人会选择穿什么呢 换徒步鞋 我拿一个举个概念 OK 那这样的鞋也好 那这样的鞋也好 我们叫徒步鞋 注意啊是徒步鞋 不是登山鞋 徒步鞋 那徒步鞋呢 就是我们很多哈 在这个B站上 很多这个up主 去说啊 这是登山鞋 其实不是 在我们眼里就归类到徒步鞋的这个范围 那徒步鞋和高山靴有什么区别呢 我来说哈 然后我们到了这个到了这个从镇子上也好从下面也好出发走走走走沿着土路接近啊接近到了这个雪线下面或者说接近到了大本营之后我们会换上高山靴 注意这不是鞋 这是高山靴 咱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后面有三双比较常用的我自己用的比较多的高山靴 一双呢是这个Skaba的这个闪电幻影6000 那一双呢是十足鸟的这个高山靴 那还有一双呢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个Laspativa的G5 这三双鞋也是算是在我们在我们这个八千米以下哈七八千米以下的这种假如六七千左右的地方都可以用到的这样的常用的这个高山靴 幻影6000大概6000到7000都可以使用 然后十足鸟的这双是里面不是是是一个有一把套非常舒服 然后这个是一层半的高山靴 Laspativa的G5 那其实呢我在攀冰的时候这两双穿的多一些 因为这个闪电六千呢是双层的 OK说了这么多我们先看一看什么是高山靴 什么是徒步鞋 我们来看一看 记住了 高山靴的这个鞋底都非常硬 非常非常硬 因为你穿冰爪的时候需要起到很强的支撑作用 如果它一太软 就没有办法有效的和冰爪配合 另外有一点很注意啊 我们真的到了雪山 我说的今天我讲的所有的内容都是讲的是登山不是爬山 明白吧 我们说的登山是到了高海拔进行雪线之上 来进行攀登 而不是说我去爬个这个一两千米的香山呀爬个阳台山呀爬个墨干山呀不是这个东西 而是说真正的那五千米以上那种雪山 我们来看看高山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它前面有一个这个槽 可以看清啊 有一个这个槽 有一个槽 可以看到它这个槽 那这个槽呢 就是可以配合我们卡式的冰爪使用 配合卡式的冰爪使用 那么可以前后都是卡在这个冰爪上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很大便冰爪举个例子 那这幅冰爪呢也是我用的时间比较长的一幅冰爪 它的是这个Pencil的TR4 我觉得在登山还有初中级的排名过程中都可以使用到 那我现在换的这个是一个双利尺的结构 是一个双利尺 那前尺是双利尺 比较适合这个这个 呃稍微有一定的 攀冰也可以用 然后稍微有点的技术性的也可以用 我们来看一眼 这个是 好了 我们来看一眼 如果你的前面没有这样的这样的 这个 配合卡式冰爪使用的这个凹槽 后面没有这个凹槽 那么注定它肯定不可能是一双所谓登山用的鞋 高海拔登山 在血线之上用的鞋 那这两点非常重要 它是为了配合我们这个冰爪使用的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一眼 徒步鞋有没有这个 那这是一双比较常见的徒步鞋 大家可以看看 徒步鞋的前面是没有这样的槽的 后面也是没有这样的槽的 所以这个徒步鞋 它不可能配合我们的卡式冰爪使用 不可能配合卡式的冰爪使用 那很多人会说了 其实我就穿着这种鞋爬过哈巴雪山 我爬过四姑娘山的大峰 对不对 那些也是你说的高海拔 OK 那我们下面进入下面第二个概念 就是关于在卡式冰爪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冰爪 叫绑式冰爪 很多人第一次 假如去登雪山 没有冰爪 买不起高山靴 或者说不想买高山靴 他们会穿着这种徒步鞋 注意我说的还是徒步鞋 它们备合宝式的冰爪使用 然后可以攀登一些简单的雪山 就是说不需要前尺入冰 以行走 就是走路上山 走着雪上山 的这种山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 徒步鞋加了宝式冰爪 也不等于高山靴 这点一定要注意 可不等于高山靴 我们拿下来看一看 这个徒步鞋 加了宝式的冰爪 也不等于高山靴 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它的保暖性能 它的防雪性能 都不太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 高山靴一般这个药也很高 你踩到雪里面之后 防止那个雪 进去灌到你的这个小腿里 灌到你这个鞋靴里 那么徒步鞋是没有这样的 而且这个是第一点 我们再看第二点 简直说像这双 像我的这双是一个 双层的靴 大家给大家看 什么叫真正的高山靴 是双层的 是双层的 看到了吗 这个高山靴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 这就我的这双闪电 幻影6000 内靴和外靴组成 那内靴穿着很保暖 然后外靴可以起到 这个阻挡冰雪的作用 是双层的 所以它的保暖性能好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高山靴 就都是双层 我们来看看其他的 那这款呢 是我就非常喜欢的 这个十足鸟的一双 那它的并不是 也是双层结构 但它里面的不是内靴 它的里面的是一层霸套 我们打开看一下 看到了吗 这个是一个袜套 也和我们的内靴的结构 其实类似 也非常舒服 穿着非常舒服 在帐篷里可以直接就穿它 这个是真正的高山靴 我再拿一双 那这双的高山靴 是一层半的结构 是一层半的结构 我们来看一看 什么叫一层半 其实这双鞋 攀冰挺合适的 你假如说我们在 双胶沟 在云蒙霞 在桃烧千古 攀冰什么的 穿那个都是挺合适的 它这个里面的 这个内靴 不能够完全拿出来 但它是由外靴和内靴 两层部分组成的 两个部分组成的 虽然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大家通过这些例子 可以看到 高山靴的保暖性能非常好 有单层的高山靴 一层半的高山靴 还有两层的高山靴 而运用在不同的海拔 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情况 但是徒步鞋 一般都只有一层 都只有一层 而且徒步鞋 是没有办法有前面的 这样的卡槽 配合我们卡式的冰爪使用 我给 我说了这么多 我最后做一个总结 如果你想去攀爬一个 这个高海拔的雪山 那么我建议你还是准备一双 高山靴 而不是一双徒步鞋 那我们在接近的过程中 你可以穿越野跑鞋 可以穿徒步鞋 没问题 但是等你真正上了雪线之后 我们建议穿高山靴 保暖 而且配合冰爪使用 ok 那第二个有人说了 说我这个就是不想买高山靴 我就用简单的徒步鞋 爬一些大风啊 哈巴这样的入门级的雪山 可以不可以 答案是可以的 你的徒步鞋配合榜式的冰爪 这种榜式冰爪一般自己买的少 因为那个东西 很多地方都可以租赁到 在这种山脚下 都可以租赁到这种榜式的冰爪 配合榜式的冰爪 可以爬 但是呢 有两个地方不能爬 第一个是我认为啊 超越5500以上的雪线 太冷了 你们穿徒步鞋 几乎不可能 听起来这是第一句话 那第二个呢 你们在天气好的时候 穿徒步鞋 配合榜式的冰爪 可以爬一爬 但是一旦遇到大风 降温 这种地方 那你们那个徒步鞋 根本就不保暖 那第三点 如果像穴儿山这种地方 大家听好说是 穴儿山这种地方 它最后一段那个冰壁 相对陡一些 有的时候会用到 前尺入冰技术 会用到这个前尺的入冰技术 前尺用这两个尺 蹬到冰里面 用到前尺入冰技术的时候 你的那种徒步鞋 几乎就没有办法应用了 所以呢 你只能去爬一些 低海拔的 温度较高的 然后相对 没有什么陡峭冰壁 坡度很缓 靠走路上去的 入门级的雪山 但是说了这么多 我还是不推荐大家穿 徒步鞋去爬雪山 假怕说我配合 绑式冰爪 还有真正意义上 使用高山靴 觉得这个是一个 更科学 更对自己负责任的 一个内容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 OK 我还是不推荐大家的